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进入到 循序逻辑电路的设计及应用的 同步技术器的单元 同步技术器 我们刚开始 它有分四个小部分 就是前沿 第二个2N模的同步技术器 同时它有分病适跟联波 非2N模的同步技术器 它有分规则跟不规则 还有常用的同步技术器 现在我们来看前沿的部分 主要就是要做非同步和同步之间的一个比较 同步技术器里面最常用的病适近位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同步技术器呢 我们当然跟非同步技术器来做一个比较 那非同步技术器呢 它又叫做异步技术器 有的又叫做联波技术器 那最大的问题它就是时迈频率会比较低 像异步的技术器 它的最高时迈频率呢 它就是我正缓器有N个 还有加上一个的逻辑杂 然后它的时间 就是我正缓器的时间很长 所以说它的频率就受到怎样 限制 这是一个异步技术器的一个最高时迈频率 那因为异步技术器所能工作的频率呢 因为急速越来越多 而频率就怎样 越低 也就是说传递延迟时间会怎样 增加 那改善它的缺点 就是用同步技术器 那我们来看 同步技术器 它是任何正反器的CK输入端 全部接在一起 然后受同一个时迈来触发 在同一个瞬间来转态 不论使用多少个正反器 都只有一个正反器的延迟 顶多再加一个逻辑杂的延迟时间 所以它的速度快 那同步技术器呢 速度快 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 它的电路设计就比较复杂一点 那电路的元件就比较多 成本就会比较贵 同步技术器 在这边 同步技术器我们可以分 二恩模的技术器跟 非二恩模的技术器 有些参考书呢 它会把二恩模技术器 它会讲说用 把同步技术器分成整数型 非整数型 其实这个整数型的话 在这边不能完整的代表 二恩模的技术器就像 二 四 八 十六 非恩模的技术器那就是怎样 都是整数都可以啦 就是我除以五啊 除以六啊 除以七啊 除以九都可以 所以这里要特地拿出来做个说明 就是说我们还是用这样来分比较好 就是说 同步技术器呢 它可以分二恩模的技术器 跟非二恩模的技术器 那非二恩模的技术器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它是任意魔术的技术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同步技术器里面 主要就分两个 一个是并式的进位 跟一个联波的进位 那并式进位就是 并类进位模式的同步技术器 那你我们来看这个电路图 你会发现到 第一个 J0 K0它是接1 那J1 K1呢 它是接到Q0 然后J2 K2呢 它是接Q1跟Q0 end起来 那J3 K3呢 它是Q0 Q1 Q2 end起来 所以说这是 我们叫什么 并式进位 好了那请问一下 那到了Q4呢 那Q4的话 不用讲 J4 K4呢 它就用 变成把Q0 Q1 Q2 Q3的 全部都end起来 来当它的输入端 所以这个是并式进位 那你会发现到 所有的正缓器 CK都接在一起 所以它这个 它的频率呢 它只有一次的延迟 顶多再加上什么 end的延迟 所以这个是并式进位呢 它的延迟时间呢 算是怎样 最短的 它的速度也是怎样 最快的 那它有它的一个缺点 那我们后面再来讲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一个电路的 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时序 看看 好 像在这边 CK 我这边CK 那我们刚刚讲过 它这个是正缓是复原 它是复原触发 所以CK在复原 复原触发 那第一个 因为这个 J0 K0 它是接1 所以说 CK在复原的时候 QA呢 它就等于0到1 0变成1 那第二个就变成1 1变成0 第三个 0变成1 所以这个QA的转态呢 它是在复原的地方 所以CK到QA 你可以画出QA的一个输出图 然后QB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 QB的时候 必须要在QA为1的时候 然后复原来的时候 就像说 我们在这边看 第二个 QA为1 那第二个 时迈 复原 这个时候 QB由0变成多少 1 然后在第四个 CK的时候 QA为1 所以QB呢 它是由1变成0 那在第六个的时候 QA是1 然后复原触发过来 所以QB由0变成1 那第八个 时迈 QB由1变成0 第十个 QB由0变成1 第十二个 QB由1变成0 第十四个 QB由0变成1 那第十六个 QB由1变成0 这个是QB要变化 它的前提是QA要为1 然后再来一个 复原触发 那我们来看 QC呢 这个时候我就要看什么 QAQB 你看 QAQB两个都为1的时候 就在什么时候 第四个时迈来的时候 那QC才由0变成多少 1 那QC要在变的时候 就必须在 QAQB都为1的时候 就第八个了 第八个 QA为1 QB为1 这个时候 QC才由1变成0 那到第十二个 QA为1 QB为1 QC由0变成1 到了第十六个了 QAQB都为1 这个时候QC才由1变成0 那换句话讲 如果我有下一集的时候 那变成什么 QAQBQC全部要为1 什么就是第八个 跟第十六个的时候 它的下一集 那个正反期年 它状态会改变 那我们注意看一下 这个是从Q来接 它的输入端 然后它是复原出发 这个时候它是什么属 它是000 00 001 010 011 这个这是一个什么 上属的 技术器 那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时迈 它是正元出发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CK1正元 CK2正元 CK3正元 CK4 都是正元出发 那这个正元出发 在这个正元出发里面 QA它就怎样 然后第二个是1变成0 第三个0变成1 所以说QA的变化 两个CKQA变化一次 同样道理 QB QB的话 它是要在QA为1的地方 而且正元出发 它才转变状态 所以在第二个开始的正元的地方 QB它由0变成1 那在第四个clock来的时候 QA为1 这个时候QB由1变成0 然后在第六个clock的时候 正元的时候 QA为1 QA已经为1了 正元过来 所以说QB 这个时候才会由0 转态为1 第八个clock的时候 QA还是为1 QB才是由1变为0 这是QB的变化 那我们看QC的变化 QC的变化 它是QA QB 两个都为1 再来加上一个正元出发 所以说必须在第几个clock 第四个clock的时候 QA为1 QB为1 正元 所以说QC 它才由0变为多少 1 然后在第八个的时候 QA为1 QB为1 那正元出发 所以说这个时候 QC由1变成0 这个是 复原出发 好像都是怎样 都是上属 所以说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同步技术器 只要它是从Q 接到我的输入端的话 那不管它是正元 或者复原 应该都是什么属 上属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在最后一个 就是说2N模的同步技术器 它有一个规则 大家可以看一下 J0K0等于1 J1K1等于Q0 J2K2等于1 它是Q1跟Q0 and起来 那再过来 J3K3变成Q2 Q1 Q0 and起来 最后一个 JNKN的时候 它是QN-1 andQN-2 一直到Q1Q0 实际上我们注意看一下 在这边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点 我们看J3K3 它是等于Q2 andQ1Q0 那你注意看 J2K2 它是等于Q1Q0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 J3K3 它是等于Q2的输入输出 全部把它and在一起了 这是像我们后面会再说明的地方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先介绍到这里 同步技术器的前沿部分 我们介绍到这里 然后我们来做个简单的一个结论 那一步技术器的时脈最高频率呢 那它就等于是N个正反器 加上一个逻辑杂 它的一个时间 那同步技术器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N把它去掉 那就是说只要一个正反器 再加上一个逻辑杂的一个时间 所以同步技术器 它的速度是比较怎样 快的 那另外一个 同步技术器的话 跟非同步技术器是一样的 2N模表示一颗正反器 它就除以2 两颗正反器 它就除以4 三颗正反器 它就除以8 那并视近位 就是速度是最快的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只要一个正反器 跟一个逻辑杂的一个延迟时间 并视近位 但是并视近位 也有它的一个缺点 那我们后面再来说明 再来它的一个时序图 就是我们同步技术器 那它的CK 跟它的输出QA QB QC 那它们是怎么样去变化的 我想这个话 大家一定要锁链 但是一个原则很简单 就是必须我的输入为1的时候 那时迈过来 我的状态才会怎样改变 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住